就是已经明确地表示 说到胁迫 我想国际社会第一反应 想到的应该是美国吧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的一些政客满世界地跑威胁各国 包括其盟友在各种问题上 必须要按照美国的旨意行事 公然地炒作意识形态的对立 试图把其他国家也绑上反共反华的战车 甚至公然以断绝合作援助制裁相威胁 在世界上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对此各国感受都很深 可是美方的这些政客也许忘了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各国家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 强权和霸凌是没有出路的 针对美国的一些 你刚才提到的美国国务卿也好 国防部长也好 或者说美国驻有些国家的大使也好 他们的一些施压的言论 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言论 相关国家都纷纷表示 将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独立地做出决定 这些都表明搞胁迫的不是中国 搞对抗的不是中国 搞撒谎外交挑不离间的不是中国 中美之间的这种分歧或者矛盾 绝对不是什么权力之争或者地位之争 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 而是维护正义和散播恶意 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 倡导合作共赢 还是搞零和博弈 这样的之间的问题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选择挺直腰板 坚持原则和正义 独立自主地做出最符合 他们国家和人民的选择 我们国家守望相终共同时间 走在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